嗨 大家好 我现在在洛杉矶 今天是我的第二天 天气非常的舒适 我也不想出去太懒了 我以前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大的毛病 因为多多少少肩膀痠痛什么的 是很正常的 但是当它真正影响到我的生活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真的特别严重 因为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刺痛的感觉 所以我就总结出了三个对我来说 非常非常有用的姿势去缓解这种肩脊的毛病 第一个姿势很简单 用你的这个摸手放到你右肩上面 摸身机好多的直升机啊 会摸到你自己有一些已经很硬的肌肉 然后你就用你的这个指头去把你这个肌肉往前面掰 这样子推 大概推15下 那这个左边肩膀也是一样 用右手去推 每个人就是你那个肌肉痛的这个位置不一样 像我的话就是这里这一块非常明显很硬很硬 然后我就是要把它打散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第二个姿势 你把你的手放到手肘抬到最高 然后往下面摸 然后贴在你背部 这个手呢 就把你这个头45度脚往下拉 就是向你的另外一只脚的膝盖这个方向拉 可能调整两三下 我才能感觉到有一根筋绷的特别紧 对 然后你就保持这个姿势 大概15秒就好了 然后左边也是一样 把这个手放下去 然后用右手把你的头往你的右膝盖拉 大概是45度脚 你自己感受一下 它有一根筋可能是特别特别硬的 然后有点痛痛的 那就是那个位置 第三个姿势也很简单 你在办公室或者在地铁什么上面都可以做 就是呢 把你的手握成一个拳头 然后放在你的颈这边 还是往里面轻轻的推 推压 然后呢 你会发现 你推的时候 可能某些地方会特别痛 那个痛的地方你就可以 多揉几下 那你的脖子呢 就放松 放到你这个手上面 这样子 右手也是一样 推 这个非常非常有用 特别是在你觉得 就是很痛的时候 你立马做这个姿势 然后它就会缓解你的那种疼痛的感觉 下次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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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